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也有直角的长度了 对不对 然后因为他直角的时候 来看好这里喔 因为他直角的时候 因为他直角的时候会一个特点 看好这边 哈啰缺三个人为何 你为什么刚刚下课没有用 你为什么没有下课的时候用早餐 你去找老师 好来我们看这边喔 因为这里直角 这里直角会有一个特征 如果这里不是直角 注意看喔 这里如果不是直角 这里还是可以说他有拉多高 对不对 所以这里还是可以直角 对不对 好 可是这里 这里不是直角跟他是直角差别在哪里 蛤 不是 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性 就是 这个如果编号1号 这个如果编号2号 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是编号2号 保证 对不对 不好都变轨 今天编号1号 这个如果编号2号 这一个呢 5号 就不会是2号 就不会是2号 对 对 所以他是直角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是直角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三个三角形 都是1号2号跟直角 这种情况就没办法 对不对 然后这一种情况 这一种情况 我们就 我们就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这一 我们就把那个长度都写出来 记得吗 把它长度都写出来 然后这一条 连成两次 就会等于这个成这个 这个 还记得吗 然后这一条 连成两次 就会等于这个成 这个 中间这一条 连成两次 会等于两侧成起来 知道我在讲什么的 请举手 放下 所以呢 我们利用这个关系 我们导到一个 导到一个现象 就是 很重要 如果这里没有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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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三角形 不可能会相似 没有相似 我就没有机会 得到另外那个结果 就是 哈啰 哈啰 来看我这边 这里是直角 非常的重要 看我这里 这里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直角 我这个地方就不可能 会跟这个角一样 你看我这里 这两个角相加90度 绝对不可能会有困难 因为这里直角 对不对 可是 这一个角度 如果拉的比较开 拉的比较开 这两个角加起来 就不是90度 所以二就不可能 跑到这里来 对不对 二想要跑到这里来 这里就一定要直角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用这个图形来讲出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然后一个最大的 这三个三角形 会是放大缩小关系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的三条长度写出来 这个的三条长度写出来 这个的三条长度写出来 然后交叉相乘 会得到一个平方四值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个关系 就是如果 这一条连乘两次 就会等于这一条小的 跟这一条长的 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们换个颜色 这一条连乘两次 就会等于这条短的 乘以这条长的 可以吗 然后中间 中间这个如果平方 也会等于这个跟这个相乘 对不对 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就会发现说什么呢 如果这里是直角 这里如果是A 这里如果是B 这里如果是E 这里如果是F 这里如果是D 这一段如果我们把它叫做C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一段A连乘两次 就会等于什么 F乘以C 对不对 然后这个B呢 连乘两次 就会等于 E乘以C 对不对 我把它加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A二次 就A二次 加上B二次 加上B二次 会等于什么 B二次 会等于C二次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同样都是C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它先加再乘 对 可以吗 可以 把分开算的便一起算 对不对 这两个加起来 E加F刚好就是C 所以就会C平方 我再讲一次哦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直角如果不是因为它直角 注意哦 如果不是因为它直角 你就不可能会相似 对不对 对 你没有 你相似才有机会 得到这个关系 有交叉相成相等 才有可能最后推导出 这个关系出来 所以这个关系 为什么会成立 因为这里是直角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了解 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请你们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就是 等一下慢慢来 我会想要做什么记录呢 你要做的记录是这样 如果这个是直角 如果这个是直角 才有机会这里一号 这里二号 这里也是二号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所以它才有机会有相似 有相似之后才有机会推出 才有机会推出 这一段如果是A 这段如果是B 这段如果是C 才有机会推出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如果上面那里不是直角 这个一定要做对照 如果我拉的比较快 我脏的比较开 像这样 脏的比较开 对不对 我还是可以说这个叫这个叫做圈圈 这个叫做叉叉 可是这里就怎样 就不会是叉叉 就不会是叉叉 我的符号用的不好 所以要换掉 好编号三号 编号四号 因为这个角度不是直角 所以这个就绝对不会是几号 所以它有没有机会出现相似 了解这要讲什么吗 了解 因为角度不一样 对 角度不一样 换句话说 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是对谁来讲 对直角三角形来讲 可以吗 可以 把这一整个写在笔记本上 自己做个记录 然后我考考你 虽然它没有相似 可是呢 我还是可以去算A平方加 我换个符号好了 我还是可以去算ABC嘛 那这个叫做D好了 这个叫做E 这个叫做F 我还是可以去算E平方加D平方 我还是可以去算F平方 对不对 对 请一下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对 猜猜看 大鱼还是小鱼 绝对会不会等于 不会 直角才等于 对不对 直角才会等于 等于 来 等于是等在直角 你这个 你这个箭头 请你把这个 这个直角 画在这个箭头的地方 那个直角 箭头画到等于这里 它的等 是等在 因为它直角 你在做笔记的时候 要很清楚自己在写什么 就是 如果不是因为它直角 我的二号没机会上来 上来 因为它要直角 我才可以透过角二来把你补成直角 它如果不是直角 我 这个角式就上不来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不会是角式 不是角式 这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 就没有机会相似 没有机会相似 是 那么我就没有机会透过比例关系 得到这个关系式 然后请你猜猜看 既然你不是直角 我把它拉开 对不对 我拉开 就是顿角 我目前画的这个角是顿角 那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 你会写小于等于 还是大于这样 我还是可以算 我还是可以算A平 我还是可以把它拿来算一算这样 它有三条长度 直角三角形有三条长度 可以把它拿来算一算 就算它不是直角 我还是可以算三条边长平方 你觉得它会是什么关系 这里会是什么 我这样写不好 所以我再换一下 我这里让你是A 这里让你还是B 但是这一条A B C D 这样写比较 这样写比较 我就拉得更开 所以会怎样 绝对不等于 刚好直角的时候 刚好直角的时候 这两段平方 会刚好是下面这段平方 我拉得更开呢 中间这里到底会写什么 一样的两根棒子 一样的两根棒子 刚好直角的时候 刚好直角的时候 透过相似三角形 透过三个三角形的相似 我可以推导出 这一段长度平方 加这段长度平方 会等于直角 对面那一条斜边平方 这个等于是等在它是直角 所以这里绝对不等于 因为它根本不是直角 所以这边绝对没有相似三角形 我就没有办法推导出 三条边场的关系会相等 那它到底会大于还是小于呢 会是这个符号 还是这个符号呢 哪一边比较大呢 这边比较大 这边比较大 因为本来是直角对不对 我等一下再讲 先把它写完 写完呢 你自己想一下 因为会有两种 一种是往外张开变盾角 同样的两根棒子 同样的两根棒子 直角盾角我也可以锐角 对不对 同样的两根棒子 A 同样的两根棒子 这个都是A一样长 这个都是B一样长 一样 这里如果是5号 这里如果是6号 这里绝对不可能会是6号 因为这里不是直角 但是我画的不太好 B A 这里不是B B B A 这里是F 那那个三角形 我都可以讲它的高 所以我可以有5号 这里6号 这个就不可能是6号 这个地方是盾角 盾角就是比90度再拉开一点 这个地方是锐角 所以我会发现它仍然没办法 对没办法找出三个相似三角形 但是我还是可以把那三条长度拿来算一算 我还是可以把那三条长度拿来算一算 你看 你看嘛 这个本来是C 来 熊木人先看我这里 抱歉 来熊木人先看我这里 我这样张开对不对 这时候是刚刚90度 90度的时候 蓝色平方加红色平方会等于下面那一条平方 对不对 那这两条平方会不会改变 对不对 这两条长度是不是固定的 我不管我怎么张开嘛 对 这一条不管多少平方就是它的长度平方 这一条平方也是固定对不对 只有下面的长度在改变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刚好直角对不对 直角的时候这两段平方刚好等于这段平方 对不对 拉开呢 这条是变长的 对 比刚刚还长 所以这两段的平方 小于 会比它还小 对 因为这时候才会相等对不对 拉开了 你变长了我没变 对不对 我没有变 可是你变长了 对不对 你变长了 所以你变长了 所以你比较大 对不对 这样是直角对不对 你变短了 所以我就变锐角 对不对 所以就变了 我比较长 对不对 变短了 所以 我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判断 你是直角三角形 还是顿角三角形 还是锐角三角形 如果两个的平方比这一条还要短 代表这个脏的更开 脏的更开 就代表它是顿角 对 所以这个顿 请你把它直过来 顿角让它比低平方还小 锐角让它变成比较短 顿角让它变得比较长 这个的道理 这个的道理是道理在D比C还要长 对不对 顿角 因为你把它拉开 拉开 D就会比C还要长 刚好是C就会相等 比C还强 就会变顿角 比C还要短 就会变锐角 所以顿角造成它小于锐角造成它会大于 直角导致它会相等 所以我考考你 这是哪一种三角形 三条长度我都给你了 它会是哪一种三角形 直角 锐角 还是顿角 直角 它会是哪一种 直角 直角 想想看 简单说就是 我只要把它都平方来算算看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是 我们一切想法的源头在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这一条怎样 最长 对不对 这一条最长对不对 这两条一定比它短对不对 了解我在讲什么 所以呢 我要怎么检查它会是一个什么图形呢 全部加起来 来我们是全部加起来吗 平方 我们是各自平方 对不对 各自平方 然后呢 把什么 把它短的加起来 来跟长的比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怎么检查呢 三把它二次 三把它二次 四也把它二次 五也把它二次 结果这个算数要等于多少 九 三三得九四四 九 加加看 二十五 那这个是多少 二十五 诶 刚好怎样 五十 我不是要把它加起来 五十 有看到吗 有 这个平方是九 这个平方是十六 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刚好二十五 对 刚好等于 刚好相等代表它是一个什么三角形 直角 直角三角形 请问它的直角三角形 三四五 写在哪里 就三 五就是最长 五是最长 对不对 对 然后三跟四就分属于另外两个边 对不对 来我考考你 如果 这一个是哪一种三角形 它是 它是 来马上上 这个会是哪一种三角形 会不会是直角三角形 一样喔 它是软角 不是不是 软角 这一个是软角 这一个是软角 软角 你要先抓最长边是四 对不对 软角 我们的检查方法 我们的检查方法 是不是都把它平方 对不对 所以把它平方 这个把它平方 会等于多少 二的平方 会等于多少 四 三的平方呢 三三得九 四的平方呢 四四十六 比较短的那两个加起来多少 三四 结果这个比较怎样 比较大 比较大 代表它怎样 拉开了对不对 对 拉开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三角形 然后它 它画起来图形会长什么样子 顿顿的对不对 顿顿的 所以它画起来感觉会这样 第二个 谁会写在这里 四 四写在这里 然后另外两个就一个短的一个比较长 对不对 然后这个会顿顿的 了解了在讲什么 再来 五六七 它是一个什么 来马上每一个人都算 来这个自己检查 自己检查 来马上算 嘘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来 请你们把检查方法写在笔记本上 就五六七 三条长度都给你 你要告诉我 它是一个什么三角形这样 那检查它是不是 检查它是不是直角 是不是对角 是不是对角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平方 因为我们就是从这里来的 来每一个人都要算 没远段 然后你要告诉我 你就直接告诉我 然后把图形画出来 把图形画出来 像我刚刚是不是都有画图 这个我有把它图画出来 然后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盾 对不对 盾在这里 你判断出来之后 然后马上简单的把图画一下 把长度画写在该写的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 然后把那个五六七写上去 哪里五哪里六哪里七这样 好不好 不用不用刚好 差不多就可以了 其实我光看就有感觉 这两条差不多一样长 这个稍微长一点 对不对 这条最短 先判断出来 然后再告诉我它是怎样 所以它 你没有告诉我它是锐角 还是盾角 还是直角 对 然后再简单画个图这样 你最后要告诉我 它是 它是锐角 还是直角 还是盾角 你下次那个 要稍微写开一点 字跟字之间 五啊 五跟六中间 要控一下 二十五跟三十六中间 要稍微控一下 好 好 那个 庆堂写得很完整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首先你就把它平方 把它平方 把它平方 对不对 这个会算出 五五二十五 六六 三十六 这个七七 四十九 然后比较短的 那两个把它加起来等于多少 六十一 六十一的要检查 如果相等 就是直角 对不对 可是它们不相等 既然不相等 结果呢 六十一比较大 六十一比较大 代表这个 比较长边的被 拉 拉近了 对不对 因为它如果刚好相等 就直角 对不对 刚好直角的时候 刚好直角的时候 这里应该要生出来 六十一才可以 对不对 可是它不是直角 所以它不是直角 它变得比较短 对不对 比较短 所以很显然就会变 锐角 了解意思吗 所以它就会变成 七一样最长 可是你画起来要锐锐的 所以画起来的感觉 大概是这种感觉 这里是七 这里是六 这里是五 这个地方是锐角 要这样画 要这样画 那个高可以不用画 那个高可以不用画 你要画也无所谓 但是我没有要你们画那个高 无所 好 所以它锐锐的 接下来麻烦你们算一下 这里五 这里六 请你算出这一个 来 现在要立刻算 你直角 对 你讲得非常好 我说它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它一定会相等 对不对 它一定会相等 所以它不是大鱼 不是小鱼 它就一定相等 对不对 来自己算 我的图形有问题 有 非常的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谁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这个图形太诡异了 然后把这个六改一下 这里五 这里 好 二 请你把这个算出来 我刚刚那个图太夸张了 太离谱的错 有点难度 答案不一定是整数 大胆一点写 答案不是整数 大胆一点写 答案不是整数 我看谁能够写出正确答案 答案不是整数 答案是一个上学期曾经 学过的东西 开根号 对开根号 对 对 对开根号 开根号 很棒 你还没写 来先把 来先把它写下来 然后把 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 写下来写下来 到底是十一还是十一 十一 十一 来慢慢来 首先呢 你要先确定哪一段最长 对不对 最长的是五 对不对 直角的对面 那些最长对吧 最长的就是 你把那个 把什么 平方 另外两个比较低 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 这个我不知道是多少 我要把它平方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这个比较短的 我也要把它平方 它是直角 它是直角 所以我这边就可以怎样 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它是直角 所以我这边可以写相等的符号 请你先把这个写下来 画图 然后写这个把直角圈过来 然后把框框算出来 对 因为图很重要 因为它是直角的关系 所以我才可以写相等 如果是顿角 瑞角 不能写相等 因为它是直角 直角 直角 直角让这里写等号的 这里等号 这边才可以写直角 然后呢 你算算看 我怎样 你算算看 框框你应该用什么答案 来表现比较好 这样 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 你就是试看看 这样你觉得框框应该要写什么答案才合理 这样 你能算了就算 不能算了就先放着 能算了就算 不能算了就放着 这个要用到我们上学期学过的根号数 因为答案不一定是整数 要学到用根号数来表现 好了好了 你已经写出来了 请举手 好 放下 你要用根号数来表现 所以就是3更号数 21 那是2 3更号数 正确的答案好像不是根号21 是 是 老师你没有在偏 到底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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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好 因为他刚刚是用36算的 好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欸同学 这条长度你不知道你平方知道吗 不知道啊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理他嘛 你要理谁 你要理你可以算的 2平方多少 5平方多少 5平方多少 欸同学 这边要写什么 我加起来才会变25啊 21 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 你不用说一定要怎么算 了解意思吗 所以你就马上知道空格要填21 21 可是问题是这个这个数字是有一个数字平方来的 对不对 了解吗 所以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呢 框框乘以框框才叫框框平方 对不对 然后他算出来要等于多少 谁才具有这样的特征 对 来请把这个写下很重要 如果你忘记的人 所以我就算出这一个问号 这一个问号 就会等于更号21 可以 来把他写上去 4 4 3 这里 来算 哇操 对我有画直角就代表确定他是直角 对对 那我给他摇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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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摇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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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下 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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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会算死 因为你可以心算对不对 因为数字还蛮简单的 那我摇一摆 很容易很容易算对不对 那我画直角 非常好 画一下 因为画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说 原来我的题目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才保证他相等的 没有直角你根本无从算起 没有直角我只能够说他大语或小语 对不对 所以直角才保证他的平方关系有相等 因为直角的关系保证他平方关系有相等 直角 哈啰你还没算吗 老师现在是要摄一摆 对啊 对啊 那摆一摆 写的非常好继续快完成 在哪里 ok 所以最后问号你要说最后问号 答案等于多少这样 你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 但是就差没写答案 ok good 好 来我写一下那个燕文的写法 燕文 燕文呢 好 他你看嘛 直角的对面那条最长 对不对 所以最长的要摆旁边 对不对 然后呢 三 三根问号摆旁边 对不对 比较短的加起来要刚好等于他 为什么他可以等于呢 因为有直角 才可以哦 好 接下来燕文的写法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 他知道这个是 他知道他应该是用心算的 这个是9 这个是16 所以他就直接在这个空梗里面填上一个东西 他算的比较快了 所以这个要填多少呢 这个要填7 所以他就直接在这个空梗里面填多少 根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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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只是跟他说你最后要写答案 我们要问的那个答案 我们要问的那个答案 就是根号7 要写出来 我们问的那个答案叫根号7 好 有点凌乱 好 来同学 再来看好这里哦 所以请问一下 B4D你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那个 B4D你是在研究什么的关系 三角形 三角形的关系 他可以同时研究直角瑞角跟顿角 对不对 然后我们研究的是三角形的三条边长关系 对不对 而且是研究三条边长的长度平方关系 请把这就要写在笔记本上 B4D你是在研究三角形三条边长的平方关系 把这个写上去 B4D你是在是在探讨 B4D你是在表现三角形 三条边长度的平方关系 对不对 对不对 B4D你是在表现任何一种三角形 三条边长的平方关系 三条边长长度 我们特别要讲到它的长度 三角形一定有三条边长 三条边长就有三条长度 我们是在研究它那三条边长长度的平方关系 对不对 用你的方式写 用你的方式写 老师一动感 刚才说的是 我们在研究它的三条边长的长度平方关系 对不对 你自己写 来 给一下 B4D你是在表现 就是你把它三条长度把它拿来平方 对不对 好 长度的平方关系 B4D你在研究三条边长 长度的平方关系 对不对 如果 平方关系刚好相等 那就是直角 那就是直角 写上去 如果平方关系是相等的 那就是直角 三条边长 三条边长长度的平方关系 很重要是长度的 平方相等 对 如果它的平方关系是相等的 那它就是直角 如果它的平方关系是相等的 它就保证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B4D你可以让我们研究所有的三角形 但是如果它的平方关系 但是如果它的平方关系刚好相等 它就是直角 可以 然后这个刚好是直角 我们就可以用来算很多的题目这样 然后我们也可以利用它的平方关系来判断它是顿角 还是锐角 还是直角 所以我可以来研究所有的三角形 刚好相等的时候就是直角 刚好相等的时候就是直角 这样 你已经完成的人 请你很快速的写一个三条长度 这三条长度的平方关系 刚好就是会变直角 随便你写三条哦 随便你写三条长度 但是这三条平方关系必须相等 让它可以变直角三角形 你已经完成了你就给自己这个挑战 随便写三条长度 可是这三条长度必须要有一个关系 就是平方关系要相等 这样 所以你不能乱写对不对 因为它要相等 相等比较难 那你先选两个 先选两个 再决定第三个对不对 对 来 自己写哦 所以它的想法很好 三条边太难了对不对 我先写两个 再来决定第三个 对不对 因为它要求一定要相等 对不对 有一个比较好算的方法 你前面算出来的要是偶部 你刚算出来的偶部比较好算 能找的是不是 哦 一定要吗 没有 我会比较好算的方法 还好啦 其实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啦 好 你觉得好算就比较好算 蛤 你知道吗 根号40 基本上就是根号40 如果我们再把它做化检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再把它改写 应该不一定是化检 因为根号40 你看嘛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根号3平方乘以根号3平方 会等于多少 你告诉我 根号3平方乘以根号3平方等于多少 有啊 就3平方啊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那3平方不就3乘3吗 对不对 所以根号3平方就会等于多少 有 有 找到那个工墙吗 看好这里哦 很重要哦 来慢慢来哦 根号3平方乘以根号3平方 那不就是3平方吗 对不对 理解吗 那3平方 3平方不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吗 不就3乘3吗 对不对 那不就要告诉我 这两个会相等吗 所以根号3的平方 就会等于多少 知道吗 所以这个在跟我们讲说 欸两个就可以开根号出来这样 因为根号3乘根号3就会变3 知道在说什么吗 所以根号40 根号40可以写成什么呢 你就把它分解一下 2乘2可以 2乘2 乘2再乘以5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是不是有两个2 所以根号2乘根号2 就会得到2 然后这个只有一个 对不对 这个也只有一个 所以没办法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 怎么写 根号10 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 根号40 改写 变成2倍的根号10 所以把根号的那个数字 再写小一点 我们就叫简化这样 本来根号 根号里面的数字很大 对不对 我们让根号里面的数字变小 就叫简化这样 好 就尽量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 这样抽出来比较懂 这样 好 好了 这个刚刚才举过例子 你都举这个例子 345 345太简单了啦 2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同学来来来 我教你一个东西 345 我可以马上讲出一个 另外的长度 2倍 2倍 680也保证是 我再讲一次喔 注意听喔 你刚刚写345 345太没穿 我刚刚教过 对不对 你要马上写一个跟我不一样 其实很简单 把它放大就好 把它放大之后 还是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吗 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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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长度 你把它放大之后 它还是直角三角形啊 对 所以680也是 对不对 680也会直角三角形 所以6平方加8平方 也会等于10平方喔 懂我来说什么 放大缩小随便你 因为345 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它的放大缩小 都是直角三角形 好 好 好了吗 好 好 再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三角板 对不对 你用两个 一模一样的三角板 我们这样翻 这变成什么形状 真型 真型 对不对 可以喔 什么是真型喔 欸就是风针的形状 我以为这个颜角 应该是真欸 蛤 四角形 对 那四角形有很多种 那因为它更 它在很多种里面 它又比较特别一点点 所以我们又给它秘一个名称这样 就把它叫做真型 因为它跟风针的形状很像 因为风针通常都会做成这样 好 好 大家注意看喔 这个如果把它翻转 会变什么形 台湾方形 台湾方形 变长方形 变长方形 为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 因为刚刚 刚刚的 这两个角是加起来90度 对不对 它把 加起来90度的拿来补 刚刚那一个角 所以它就补成90 它就变 对 大家都变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 它就变成了一个 标准的长方形 长方形 对不对 90度的 所以 嗯 这是一个 真型 两条八条 好 所以请问一下 如果我现在用扣条做出一个真型 你会告诉我拿什么扣条 你会叫我怎么拿 你会叫我怎么拿 才可以呢 两条小条一样的 两条小条一样的 你会叫我怎么拿呢 我才可以变成 这种 这种感觉 三组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就是要拿 我要 我 只要我几条扣条 就可以做成一个四边形 六条 六条 他的六条是包含中间这一条 把它扇进去 嗯 好 好 所以我需要 好 那个 诶 后面那一叠 速血的那一叠 跑到哪里去 你把它回溯掉了 好像回溯掉了 水 就是速血的车音圈被回溯掉了吗 对 嗯 东文 那个 95 8